今天我们来看微软做的一张PVT 这是比尔盖茨 这张PVT非常的辣眼睛 我把刚才的PVT进行了模仿 接下来这张PVT如何美化呢 我们要美化这张PVT 我们要记住一个核心要诀 就是简洁 有时候我们把PVT做得非常复杂 反而让PVT变得不好看了 这张PVT如何变得简洁呢 首先我们把这些绿色以及粉色的背景给它去掉 简洁一些了 接下来我们把文字样式 以及文字前面的这些项目符号都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我们把文字再做一个对齐 好那这样看起来就会好很多 那接下来这张PVT再如何美化呢 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背景 那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跟微软主题相关的颜色 好我们可以给它换这个浅蓝色 我们可以右键设置背景格式 然后来到取色器 在这里吸取微软这个蓝色 好那这张PVT还能美化吗 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张PVT啊 仔细分析一下 它可以分为三张PVT 那如何分呢 那我们把大标题和小标题作为一页 那接下来分别讲产品以及技术 然后我们把产品放在一页 再把技术放在一页 好那这样看起来 PVT就会变得更加简洁了 好那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分享 那今后我们在做PVT的时候 不要刻意去追求修饰 那有时候PVT做的简洁一点 每页PVT只讲一个观点 这样看起来反而会更加的好看 好那本期课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让我知道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这样类型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不想错过更新就打开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